大家好,歡迎收看國行電訊的Youtube頻道 帶入7月這個暑假 7月頭,我們看看客戶是訂什麼機器 首先,第一步 就是Lenovo Z6 Pro Z6 Pro有三個規格 6加128,8加128,8加256 現時這三個規格都可以轉為國際版 而這部機器在國內有一年保用 第二部 就是熊米K20 Pro 這個熊米K20 Pro 都有幾個規格 最低的規格就有64GB 不過64GB基本上是沒有人買的 是很少的 大多數都是買128或256 128有6GB RAM 又或者是8GB RAM 如果256就直接是8GB RAM 同樣都是可以幫大家改成國際版 改成國際版 就是變成小米9T Pro 這部機器 同樣在國內那邊都是有保用的 第二部 又是熊米K20 Pro 這部是8GB 1200 這部機器 也算挺熱賣的 因為用上曉龍的855 現時可以說是最便宜的 就是價格做得最便宜的 就是官方零售價 做得最便宜的一部 855 那第四部 那第四部 又是8GB 256 8GB 256 又是K20 Pro 就是小米9T Pro 第五部 這部是小金剛紅米Note 7 Pro 自從我們推出國際版 銷量又上來 同樣是可以幫助大家 現在是新鮮做國際版的 而這部 香港是沒有的 之後又是小米9 今天賣小米買得多 這部是小米9 又是新鮮做國際版ROM 小米9 紫色版 今天小米買得多 這部不需要多說 7月初 繼續賣 就是1.7系列的 袍版 比起港行是便宜千多 一樣是可以改成港版的Oxygen 最後一部 第八部 第八部 又是 1.7 同樣是比港行是便宜很多 至少 最誇張的那部是便宜千多 1300多 我記得是1300多 而1.7 隨著國內那邊的行貨 水貨價 如果慢慢跌下來 那價錢就會越賣越闊 比起你買港行 真的便宜很多 真的便宜很多 不是開玩笑 千多元 你省回我千多元 你不如 跟家人去喝茶 或者是 買些東西給小米仔 如果你是 或者是 給錢 以外沒有用 錢是要這樣用的 今天呢 八部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 八部 小米就比較多 小米佔了五部 一家就有兩部 Lenovo 一部 一部 Lenovo 提提大家 Lenovo Z6 青春版 都已經上了市 Z6的青春版 其實就是 國際版的K16 我在YouTube頻道 都有介紹過 國際版 都是可以轉為國際版 國內版的Z6 青春版 可以轉為國際版的K16系統 OK 那現在 國人電訊 很多機 大部份 都 有些機 是可以轉為國際版的 有些是不行的 如果你是需要國際版的 你要提前 你問話的時候 要先問 例如 紅米 紅米 國際版多少錢 那你就不要說 紅米 K20 多少錢 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 你沒有 你沒有著名是國際版的 那我們 我們就會 報回國內版給你的 那 國內版便便宜很多 不要突然說 你 即我報了國內版的價錢給你 你 你又問多一句 是否國際版 那就 很尷尬 這些情況 真的 大家問話 要 具體一點 你想要什麼的 你直接說 不要 把東西拆開幾個問題 Tiguan 例如我要小米9 國際版 你直接問小米商量 possiamo 颱號 不要 Moscow 小米納要多錢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國際版 illesip 還是國內版的 或者我會問你 你是國內版還是國際版 大家明白嗎 好 那我們訂購WhatsApp號號 是97964-3-28 所有的 國內版 我們都是一上萬元免給國內 каче品販回的 同樣也有送一張廣泛玻璃貼 好,多謝大家支持,再見